香烟的健康捐从这个星期开始提高了 那么最主要希望鼓励大家戒烟 但同一时刻呢 全球第四大的烟厂 您可知道吗 帝国烟草集团 在去年就已经落脚在我们的苗栗的竹南科学园区 在这个地方成立烟草制作公司 现代引发反烟团体痛拼 其实是企图要降低整个成本 评价烟品才能够吸引台湾的民众 但是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 当时都是按照法律程序 来申请来台 苗栗县县长也认为 可以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 如今呢 地方税收跟反应观念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台湾人民拒绝烟草工业残骸 帝国烟草集团投资的烟草制作公司 落脚苗栗引发烟害防治团体的抨击 痛批这简直就是第三次的鸦片战争 而伤害到了这个人民的健康 我说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那么何况你所制造的烟品 就算不在台湾行销 你到别的国家 还是不一样的伤害到别的国家人民的健康 位于苗栗竹南广源科技园区 曾大张旗鼓举办上两仪式 当时县长刘正宏视为招商创造就业机会 刘正宏与集团执行长加雷斯戴维斯一起亮相 反烟团体痛批烟草帝国企图借此降低运输成本 躲避关税发展评价烟品吸引台湾民众 有毒商品在台湾本土生产 增加它的一个生产量 以较低廉的价格来卖给我们的人民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决定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晃腔走版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更多的外商 能够到苗栗来投资 我们更多的厂商到投资 我们相信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现政府的税收就会更多 反烟团体反对帝国烟草制作公司 赚取暴利医药费却有国人买单 但县长刘振宏考量就业机会 当年让烟草公司进驻 与法都有申请 在地方利益与烟害防治上 有了极大的冲突 中文新闻江建中苗栗采访报道